苏醒今日突然发表声明声称,不再委任天鱼传媒担任其经纪公司。 2012年年末,苏醒因为恋情问题,在某颁奖典礼的后台殴打同门师弟李伟,从而受到影响暂停一切演绎事业。 随后,天鱼公司与索尼唱片发布联合声明,暂停苏醒等一切演绎活动。 在停工200天后,苏醒声称要用法律手段和天鱼在法庭相见。 苏醒表示,做出这篇声明时,我仍然认同当初公司的决定,我违反了一人的职业操守,做错事就该受罚。 大半年过去了,我以为我已经做出了应有的承担,且付出了代价,然而时至今日,未得到任何明确的规划、安排和说法。 所以这次无论结果如何,我都坚持自己的选择,因为我需要工作,需要为自己负责。 感谢关注我的朋友,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